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话语重心长 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话 我觉得真是值得这个给大家念一念啊 温家宝说 我担任六年总理的生涯可说是多灾多难 从SARS的爆发到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 从煤矿事故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这些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也使我们在困难中学会了新的东西 正像我经常说的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由进步来补偿 这个精神啊 而且呢 很显然 要不说文道现在也在进步 这个文道的这个书 这个这本书啊 文道在这个这个这个开箭八分钟里曾经推荐过 哦 对对对 陈思路 温总理引用的 温总理很喜欢看这本书 哎 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 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都烟消云散了 有的成为故事 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 哎 他说 他可能是在场当时有人给他提了一个什么问题 他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 第一 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 要勇于面对 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 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 第二 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连结以外 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一切权利都要为了人民 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 哎呦 怎么说这话 这个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 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现场响起了长长的掌声 嗯 真是哈 咱们现在这个这个总理动情了 温家宝讲话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他感动 他自己感动 嗯 这托尔斯他以前说过 他说一个人呢 自己感动了 别人才会感动 就是说艺术家也是这样 你首先要感动自己 读者观众才会感动 嗯 要是你是为了感动观众读者 而不是首先感动自己的话 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托尔斯泰说过 这这句话是百事不爽 但是这个是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嗯 就是说我们也见过那些自己感动了老半天 别的人看得笑嘻嘻的那种了 对不对 对 就是你就像阿扁 对对对对 阿扁自己讲起来 他是万分自信的 对吧 但是我们看了就这样 压压压嘴 道德品质不同 道德品质不同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文学化 嗯 这个倒是中国做领袖的老传统 对 就是以前就是因为内圣外王嘛 皇帝要会写字 后来从主席开始也都是文学才能 嗯 所以后来你看 凡是 而且最近几届的特点 朱镕基也是这样 朱镕基那时候记者招待会说 文学化 前面地雷阵 我要闯啊 对对对 文家宝现在每次不是诗啊 就是成诗录啊 就比较文学化 嗯 偶尔也有不是这样的 像李鹏就不是这一路的 嗯 就是对吧 那有各种不同的 他搞技术工作的嘛 但是我跟你讲 学老师你是搞文学的 所以你注重从这个角度分析啊 但是呢 我现在感觉到当今世界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他是不是有另一种新的流行范呢 嗯 这种流行范照亚洲刊议的标题呢 就叫无知也是魅力 嗯 你看 你看咱们熟悉的是这种啊 这个感情充沛 是吧 而且道德品质很高 而且就是知识也也也很渊博 这样的一种领导人啊 但是你就说现在美国那个麦凯恩 他选那个 呃 副总统的搭档 呃 搭档 那个女的 佩林 佩林 嗯 这佩林呢 有点意思 就是说啊 简直他这个团队啊 不让他接受媒体采访 嗯 嗯 为什么不让他接受媒体采访呢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但是很火 到后来人说这不行啊 就怎么总总得去面对媒体啊 所以就是好像是美国的一个ABC还是什么 美国广播 全部广播公司什么的 我忘了 就是说采访 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 麦凯恩为了怕出事啊 给他找了六个专家 其中包括麦凯恩的那个那种外交啊 安全事务助理啊 帮他 几乎就发现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 对多个问题 他都是重复同一句话 显然是备好了的 而且呢 跟这个主持人做访问之前 这个佩林呢 就我们电视台很熟悉 就一遍一遍的来 咱们从这走到这啊 咱们聊这个 他被搞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出了一个什么笑话呢 这个主持人 据说被认为还是对他们比较客气的 这个主持人就问了他一句 说你对这个不实主义怎么看 是吧 这个佩林呢 显然没听说过这个词 是吧 他就回答 我对不实怎么看 他就回答也很妙 这佩林就说 问这个主持人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这个主持人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对 然后呢 这个主持人就跟他讲 说你看 这个不实就对这个伊拉克 这个发动这个战争 哦 这个他有点猜出来 大概不实主义 跟什么有关啊 然后他说 我认为不实啊 他这个打仗啊 他是为了这个针对伊斯兰这个极端主义 是吧 为了什么什么啊 然后这个主持人有点这个耐不住性子了 说到底你对不实主义怎么看 这时候显示出来 不实主义 你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这个人再跟他讲 什么叫不实主义 就是那种先发制人 对吧 在先发制人 先发动战争 南边的战争 这种行为 在学校里跟学生讲 你读了大学以后 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什么呢 任何人问你什么问题 别急着回答 别忘了人家问你说 谁是谁最漂亮 千万别马上回答 最好的办法是definition 就是说漂亮的定义是什么 这第一给你争取了时间 第二你可以探测他问话的基本的倾向到底是什么 但是问题是你看过他们在一起的照片没有 谁啊 就是那个McCain跟佩玲在一起的照片 这现在很受欢迎啊 你知道 这叫什么呢 白发红颜呢 所以他这个搭档会选啊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佩玲呢 我觉得也不能够就这么简单的说 就是他无知 所以他有魅力 比如说像以前布什大家也说嘛 布什不是专闹笑话嘛 英语拼音也错 拼字也错 什么都错嘛 要引用典故一塌糊涂嘛 可是问题是 布什智商其实也很高嘛 很多人就是他在装 那么是为了吸引那些觉得他像老实老百姓的那种选民 可是我觉得佩玲不大一样 佩玲是怎么样 就佩玲呢 我觉得大家看重他 或者现在有些人支持他 不是因为他无知 他跟布什走不同路线 他走另一种路线 走哪种路线 这回选佩玲出来是为了要抢美国共和党里面极端保守派的票 他最有名的一招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当年最成名的一个动作 就他在当阿拉斯加州的州长之后 人家就说呢 你那个州呢 野生动物现在很危险了 这全球暖化 对不对 要好好保护起来 保护北极熊 你呢 还老是要石油公司在那开发这个油管 这不行啊 那他说什么呢 首先第一 他否认 他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否认全球暖化是人类造成的 他否认这个 极右的立场 对 这是极右派立场 第二 他为了显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是多到一个地步 你怎么搞都搞不完 他于是带着一对摄影记者 电视台的 跟着他上直升机 他就坐在直升机上头 去追杀这个雪地狐狸啊 跟这个狼啊 就这个直升机真的像那种越战片一样 你知道吗 打抛下去啊 他拜个身在外头 拿着个猎枪 来 瞧 然后就戴着那个耳机 啪啪 就打死那个雪地和那个狼的头密 啪啪就打 干死两个 然后呢 那些美国喜欢就是共和党 不是保守派就是主张有打猎的权利 有买枪的权利 看了之后好爽 但就你说的这个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访问 那主持人还问这个佩林 就说你看这个俄罗斯啊 离咱们这个美国啊 那个阿拉斯加都很近 是吧 那所以俄罗斯问题值得关心 对这个俄罗斯进入这个格鲁基亚 这个问题怎么看 他可能因为谁也想出了 你可不可以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格鲁基亚 这个回答是什么呢 说是啊 阿拉斯加多么辽阔 我们在阿拉斯加都能看到俄罗斯啊 但是这个节目播了以后 他就是有识之士啊 就笑话他 说你怎么选这么一个副手 对吧 他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问题呢 民望提升 这老百姓觉得爽 就是反而说民望一度超过奥巴马 但是咱们今天看新闻 好像又奥巴马又反超了9% 但是他这一招 这一招是一个险招啊 就是真是太险了他一招 他一方面是迎合极右的 但另外一方面 他有很多地方是非常违反共和党 比方说他的女儿未婚先孕 对 他的小女儿 这个最小的孩子是智障 对不对 然后他是人家传说是他女儿生的 最后他才公布了他女儿未婚先孕 然后他坚持把他生下来 但是你知道他站在舞台上 这个共和党那个大会你没看 共和党大会的时候 他看站上去很漂亮啊 对 他不是他漂亮 他一家人都是漂亮 他的老公爱斯基摩仁啊 很帅一个男的 就跟他生孩子 爱斯基摩仁很帅 跟他生了五个 各个靓仔靓女 他的小孩 然后佩玲是选美出来的 你知道 他一年前还是只管一个九千人的汤 他的生的速度比潘杰还快 比潘杰还快 潘杰还在香港 他高兴了 19万 上江三元行动 他现在女嘉宾了 18万港币一个月 对 然后有失机 你看这些人嫉妒了吧 嫉妒了吧 我就是嫉妒 想说我最近看到就是不一样 佩玲比潘杰还快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校 你知道他太奇特了 他一方面这种都是 都是民主党才会支持的 就开放的人 他这个家庭站上去 而且他女儿这个男朋友啊 毛肚小伙子 把人家肚子搞大的 现在也站上去了 穿了个西装在上面 说我要准备跟他结婚了 准备跟他儿子结婚 就这样一来 他的选票上去 关键在什么地方 关键在这个image 因为美国很多人投票啊 包括南部 Texas那些人啊 他这个不理你正刚啊 什么格鲁吉啊 什么东西 他是凭着印象 凭一个喜欢不喜欢的 那你现在看到这样两幅画 一个呢 是一个中年男人 一个老年男人在做他的助手 那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说他经验不够嘛 他找了个拜登 对不对 那个三十几年的议员 他那个图画是一个中年男人 跟个老年男人 那边呢 是一个白发老头跟个美女 这个白发老头跟个美女啊 他在其实在潜意识里 符合很多共和党人的 内心的某种接受的审美观 符合很多白发老人的心愿 所以他的票反而上升啊 呛呛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佩林女儿 什么未婚先孕呢 我跟你说 现在世界宽容了 你这个就得说 我这第二祖国了 法国 又来了 我们法国 谁认你啊 谁认你啊 他不认 我惨媚性 你是法国吗 司法部长 那个女司法部长 也挺漂亮 叫什么达蒂嘛 是不是叫达蒂 达蒂未婚先孕了 42岁 然后呢 全法国人 法国人呢 从来意见不一样的 在这件事上 大家都会心一笑 因为意见都一样 都是说这孩子啊 萨克奇的 对对对 真的 对 绝对的 我在新闻上看到的 达蒂很骄傲 未婚先孕 这女部长啊 挺这个大肚子 参加这个部长会议 然后呢 萨克奇不遭疯耳朵是吧 对对 然后呢 这个里边 法国人就聊啊 说萨克奇 那个老婆 不是那个模特吗 布鲁尼嘛 说布鲁尼 从布鲁尼的态度 就看得出来 布鲁尼尤其不敢冒 这个达蒂 说曾经有一次 在那个总统的 那个官邸 对 这个布鲁尼 跟这个达蒂 他去参观嘛 布鲁尼就指着 他们那张床 跟这个达蒂说 说 你特想上这张床吧 你说 这是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法国这个国家 他真是吧 他也无所谓 而且你们说 像他未婚怀孕 男的是谁 他也不用解释 他也不用讲 法国人其实也不计较 对 他就是这个部长啊 就绝对 谁问也不说 但是大家现在也不问了 都知道是谁的 法国的做官呢 适应程度高 美国做官 那香港做官 适应程度很低的 对 你不仅是 你孩子的爸爸 是谁要交代 你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房子 你投资了多少多少公司 你是什么执行董事 全得申报完 这在香港 申报的东西可多了 比如说像我有些朋友 去当官的 就当那种像 潘杰他们那种 那种级别的高官级的 他们要做品格审查 那品格审查是什么意思的 比如说有天你要去当官 说不定这个公务员事务局 就会有几个那种密贷过来 就找我了 也找你了 就会说 徐子东平常的嗜好是什么 然后就跟你讲一大堆 甚至每个人访问两三小时 还是交叉询问 就问完你 再问完我 再问完你 再对对看这个答案 对不对 答案不对的 再去怎么样找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他家呢就有人在荷兰住 亲戚 有表弟还在荷兰 然后呢 一定要找到那个 在荷兰的亲戚我 那他说这好几年 十几年没联络上 找他们千辛外国 这个政府还真找到 又问他说 你表哥当年欺负你吗 什么都搞这一类的 你别说他这套廉政制度 真是非常 很可怕 你仔细想想 陈水扁 他就是没申报他的户头 对 关键就出在这个地方 而且台湾据说有个麻烦是 他不像中国内地也有 美国也有 叫做说你突然出现 一大笔的来源不明的巨款 这个是有罪的 在美国 你比方说 收入与支出不相乘 收入与支出不相乘 而且你好多男的在做节目 对吧 你突然你的账户里有了两亿 对 美国的税务局啊 什么机构就来问你 你这两亿哪里来 你得交代出来 你就算你有个漂亮女人送给你 你也要叫个漂亮女人 给你 出来作证 在中国也有这条 中国这条 妙得很 中国这条啊 现在把这个刑法延长 好像说六个月 变得到一年什么 但中国这条 其实是一个被人家逃走的 一些生路 怎么讲 打个比方 你是一个围观的 你现在的账户里有了五千万 要是这五千万 你查出是贪污的话 你就是死刑 要是你不承认是贪污的话 你最多只是来源不明 一年 对 明白没有 所以中国 中国现在 所以很多人在争论说 中国有这条法 但这条法太轻 所以呢 很多人现在 都认这条罪 大家都认这条罪啊 你查到我了 你下面出事情了 比方我主管下面部分的 出了什么问题的 什么东西了 你腾腾腾 一叽叽查上来了 你知道 一旦出问题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 出问题啊 大家最关心的是 你是无意失误 还是有意犯错 对不对 不要不要 你是说过奶粉的 你有几种 一种是你没看清楚 就收进来 第二种你是受了利益 第三种你参与在里边 现在美籍都是这样 那么怎么来衡量你是 有意还是无利呢 很重要一条 看你有没有收钱呢 对 最关键了 你要收钱了 这个罪行跟你没收钱 你只是糊涂睡着了 让他过关了 很大不同 所以这个查账这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在中国很多人现在就说 突然我多了一大笔钱了 我搞不清楚哪里来的了 搞乱了 结果一年 但是台湾就没有这条 所以现在陈水北搬不了他 就是 你看 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前一阵 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县的 那个什么交通局长 你知道吗 最后怎么查着的 他最大的乐趣 我看还不是受贿 他最大的乐趣是数钱 这是很有中国人特色 你知道吗 对精彩 怎么太精彩了 要不是偶然 要不是有我说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要是时候到了就漏水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小区 就好比你们家 老漏水吗 真漏水 真漏水 不是象征性的 十二家漏水 后来找小区保安去修 保安说这家找不着业主是谁 最后那怎么办 谁能开门呢 就只得报警了 派出所领着来开门 水管工就把漏水的修好了 修好了 发现一堆纸箱子 纸箱子那个脚泡烂了 里面露出钱来 然后最后一打开 好价900多万 然后一找才知道 是这个局长他老婆的 原来这个局长啊 他家 这就是他家住在城市里 大城市里 他在县里 他每收到一百万 我觉得他要进行一个仪式 那对他来讲是人生的狂欢 就要哗把门反锁 拉上黑布 然后就是输钱 数啊 数一张一张 数十万 手抽筋啊 数十万 十万算一闸 扎上橡皮筋 扎上橡皮筋 再用那个黑布 那个裹上 用黑布裹上 再用报纸这么扎上 然后放在纸箱子里 一扎一扎 提了一纸箱子 回大城市开会的时候 交给老婆 你知道吗 就是交给老婆之后啊 他就不问了 他不管了 他就是喜欢数钱 这个过程 他就是喜欢数钱 数完了 跟老婆 咱们继续广告 枪枪三月行 广告之后见 可是那个新疆啊 我看到报道说 新疆是一个地区 还是怎么样 所有的干部 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要不要 这个资产 就是申报 就是说干部的资产申报 结果好像是 我看香港报纸报道 百分之七十几反对 就大部分的干部啊 都反对这个资产申报 很多地方 现在都没有嘛 中国就没有形成一个制度 广州那边也 我也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说是 就是政府官员的材料 哪年毕业 什么学历 全部公开 全部都公布 但是财产不可以 所以这一条呢 其实是有争议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刃剑 美国公布吗 公布 就是说你不做官罢了 你做生意 随便你怎么样 你做生意 你只要报税合法 至于你钱怎么样 那是什么事情 那是什么事情 但是你一旦 比方说参议员 你做州长 特别是你还要去做更高的 就反正你公职了 对 这个你担任一个公共职务了 你的你有 你不反对你有多 你香港有很多人 有四五五处财产 对 但是你都得报出来 像连战当时报了 他加巨付 他几个人都 所以你说呢 你现在跑到这个香港的公务员事务局的网页 他会定期公布 对 下一次公布 你就会在里面找到潘杰到底有几处房子了 他现在闻到这就算电电 潘杰高新了 枪枪三约行第一个高新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公布你说 我个人觉得其实蛮好的 比方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怀疑上面哪些官员有可能在这个事情当中 他让自己先清白出来吗 而且你看到上面比如说某一个官 你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的财产一下子增长了几十倍 那你就有理由怀疑他 你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问你那阿扁呢 台湾不也公布吗 阿扁呢 他就隐瞒吗 他就隐瞒吗 他还没公布吗 就有很多这些财产他是没公布的 你知道吗 如果 我们现在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反对公布财产 那是因为我们说尊重隐私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尊重隐私也要看时候跟看环境 比如说一个公务员或者是一个官员 有没有这种隐私权呢 首先我觉得中国比较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一般来讲公务员是能够有这个隐私的 因为你是打扮公务而已嘛 但官员你是一个有政治想法的人 那就要公布了 可是在中国 这两者的界限 对 有言为妙 对 比如我是一个部长 我是一个局长 我是公务员 我还是官员 我要不要公布 而 ei 实在是一本 他尊重隐私 其实是我们根本来承拊 こい 希望 Lucosh